又是辛亥百年華滄桑的時間 我是謝爾康 我是陳怡榮 我是麥葉成 大家好 循例都介紹一下 因為有時候都忘記介紹 有些人很老 大家不知道我變了什麼名字 忘記叫什麼名字 我們先說一下 好啊 吹雞 你先吹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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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吹雞 我們先回頭 選管會取消了規管網台 不敢規管 我們先反對 那次這麼多人往的兄弟 去到諮詢會 所以說香港的法官都是理智的 應該這麼說 他們守法的 這個法官是夢查查的 他根本不知道網台是什麼事 有人說你放進去 結果他真的放進去 放進去之後聽說真的不行 所以法官也聽不懂 網台真的規管不了 聽到道理 上網很難規管 所以香港的法治是好的 共和法官 總之都低調了 低調了 第二壇 要了要了 接下來七一樓行 七樓行 呼籲大家參加 今天那個上訴委員會 也成功了 結果如何 我又不太清楚 結果呢 他開始說 第一 就不准 不准帶音響 不 他要民陣 確保一些人不會留守 第二 就不可以籌款 第三 就不可以帶樂器 對 最後樂器 一向都是由聲浪去聲浪條例 不關事的 但被市民自由決定 所以被帶樂器 留守 人家是自由表達意見 留不留守 不關民陣的事 法官也有自由留意見 第三籌款 從頭到尾 都不關民陣的事 對嗎 現在決定是怎樣 我聽到消息是這樣的 第一 只要民陣宣佈了活動 解散 已經結束了 至於留不留守 民陣其實是管不了的 因為各個團體 自己有自己的 自發的 自己的留不留守的議員 所以民陣只要宣佈大會結束 就結束了 至於留不留守 就由他們自己的團體 或者個人自己決定 上海委會很強調 人家的意見表達 合法合情合理 你不可以規範 另外籌款 就好像說 不可以主動去讓人籌款 不可以主動去募捐 那些人走到箱子 放進去 就可以 沒問題 你不可以捧箱子過去 捧箱子可以站在那裡 我站在那裡 你扔錢下來就不關我的事 我不可以說 給錢 如果我賣旗 支持一下 應該就不行了 你只要站在那裡 等人來買你的 放在那裡 很多人自動捐款 好像這些都 被動式的 那個扶禮 那個不反對通之書 那個扶禮 應該是打掉了 大會仍然可以進行 他以往的工作 沒錯 那總之繼續進行 進行 好像人網有輛700磅的戰車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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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在樓下那輛 不知道 我聽到有輛700磅的戰車 在沿途 廣播 廣播充且錄影充且號令天下 賣的東西 直接轉播 直播 很多人都要知道 現在很多的主流傳媒 又不報道 對 新聞報告的時候 都不斷摸 兩三個鏡頭 就算了 幾十萬人走路 都沒有人知道 人網就是直接轉播 當時的盛況 我們不知道有多少人 麥兄你猜有多少人 我想20萬吧 20萬 我又沒有這麼樂觀 我猜10萬8萬 還有一條線 10萬到20萬中間 希望越多有 最好有整個50萬 有十萬八萬都很厲害 我們另外的一件事就是 締補方案 締補方案就是經過大律師公會 三次聲明 律師公會又發表聲明 然後政府引用德國的例子 結果德國議會說不是 我們不是這樣的 為什麼 政府就很沒面子 不認錯人 但是政府不懂得問 大哥 不解人的事情 那麼政府好像有點鬆動 對這條線 好像你說鬆動了 他就說在同名攤之下 逮捕 但是還是有些問題 為什麼不讓人補選 為什麼不讓人選舉 這是一個問題 可以再討論 但是你起碼要諮詢 現在從頭到尾都說不諮詢 沖沖落發 7月搞定 有沒有搞錯 香港從來沒有法案 不用諮詢 要衝心 最糟糕的就是泛民 如果說到這裡 他沒有諮詢 泛民只是離場抗議 沒有任何行動 其實有些人要求 23名泛民議員 總辭 總辭 在你這個法案沒通過之前 我們現在總辭 我等你23名再重新再補選 當然這個補選有人下 有人上 但是體現到整個民主陣營 那種對政府的不滿 既然你23名 20多個都離場抗議 那你不如你直接是 對 再補選 我再補選 其實國際是一個笑話 但是我們泛民 因為你知道 做了幾十年 可能成份量 成份收入 怕沒有分開 都是靠他的 那你突然叫他 在選沒有一份職業 當職業這樣做 職業 這樣就很糟糕了 家裡的家人是製靠 香港的民主道路走到今天 真的崎嶇 沒有些犧牲的精神 對 又不像當年人家的雄生 已經不用殺頭了 辭職不幹 反正贏了 為什麼他經常怕輸 他怕輸 他怕輸 因為他自己也不穩陣 他不穩陣 因為對民主不建設 我再講一句 張世傑校長 是我們一位長者 張世傑校長 過世了 明天 明天 在世界殯儀館 後日 30日 30日 在世界殯儀館 守夜 歡迎各位 對這位張校長 過往對黨國的貢獻 對國民黨 對國民黨 對國民黨和中華民國 一生的貢獻 他也是調頸領中國的校長 是 也是現在領終書院的校監 警令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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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校監 這位不生為國家貢獻了 整個青春 一旦過世 尊敬 對 三壽號 守夜 一號 會出版 一號 中國國民黨 送了一支黨旗過來 為他有福旗儀式 是 本來我今天要開會 人民力量 我沒有開會 我上了中國文化協會 跟他們幾位旗手 做一個重演 另外說說一些細節 因為那天我做福旗 即是蓋黨旗的詩儀 我做詩儀 也要跟他們聊聊些細節 你知道原來蓋黨旗 蓋旗不簡單 蓋旗不簡單 蓋了 是很隆重的 蓋旗 蓋旗 如果根據徐鏗 我們中華民國奧委會的理事長 徐鏗有三支旗 一個黨旗 一個奧委會的旗 一個中華民國國旗 我看過那個影片 有三支旗 張世紀校長說 只是福之黨旗 都有一些幾繁複的手續 我後來了解過 原來都很隆重 很慎重 不可以 不可以蝦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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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也找了幾位 德高望重的長者 做人其手 聽我的命令 希望我們張校長能夠一路走好 他一生為客為教育 為黨為國都一生 都應該去休息一下 我們回到歷史人物 市學會的活動 市學會的活動 就是十點鐘就會在西鐵 就是地鐵錦上路站 就是西鐵錦上路站 有一個圍村的考察活動 就是在地理店那邊的出口等 這次也會加插一些通識 通識教育裡面 一些專題研習的元素在裡面 什麼叫專題研習的元素呢 就是我們這次會探討一下 從一個實地的考察 看看究竟新界原居民的一些歷史 很棒的原居民 還有影響了今天我們所說的 潛建的問題 究竟為什麼會出現了 歷史遺留下落的問題呢 到時候都會透過考察 一一去尋找答案 我記得有這宗潛建 我才發覺 才知道 川屋和丁屋 是兩回事 兩回事 我們經常說 新界川屋 原來川屋和丁屋 是兩回事 上一次劉王法帶著一干人等 狀態就是六七層 川屋為什麼會有百多呎 我們經常覺得丁屋是七百呎 為什麼不是七百呎 是百多呎 其實是兩樣的 先講 什麼叫原居民 當時 新界租借給英國的時候 1899年的時候 當時有很多地 已經有物主 於是當時 那些契 有男子 我們現在叫做狗屋契 那些狗屋契 全部都是新的原居民 就是村落的那些狗屋 那些狗屋 不不不不 大家住在村裡 為什麼呢 因為方便保安 防盜等等 所以那間屋是很細間的 然後一直下來 其實他們的屋 村屋裡的原居民 有權拿丁地 丁地是後來的 初初的自己有地 小女大便建屋 就是擁有那個地方 那個住和樂壯的權 所以建屋 那些屋 基本上當時 沒有規定的大小 高度沒有限制 應該這樣說 有錢便建更多 有錢便建更多 沒有錢便建更多 一層 你的地可能大一點 你就建更多 但是沒有錢 那我只建更多 建得這麼高 據聞那些房子 原來那些房子已經沒有了 其實只是租給人家住 那這兩件事 都是你祖宗地 一路有成計人 我聽到那些人 就是劉王佛 劉王叔 帶著一群人去到新界 他們說 我們百多尺怎麼住 你看 我不建多幾層 外面都擁開 你明顯是一個總屋 其實他們說的 可能都租給人家住了 所以有興趣的就是 今天7月3號 就10點鐘 我們10點鐘就在錦尚路站那裡集客 我們10點15分就會出發 大家考察一下 香港使用會就走一圈了 為何要了解一下 究竟 為何有些可以佔建到五六層樓 有些三層的丁屋 又可以建到四層 建到第四層或第五層 政府究竟是憑什麼去拆他們 憑什麼例子 有些人說 我建的時候 你又不來動我 現在我建的時候 你就拆我 很大道理 當然是大道理 當時人家不說就行了 我偷東西 我偷的時候你不來偷我 那不行 你偷的時候 你不敢說 應該這樣說 建的時候 你沒有規定 沒有限制人 人家建好了 建了兩層 兩層三層三層四層四層 那就算了吧 其實真的沒有限制 沒有規定 麥爾文一絕 在元朗 也會同情一下丁屋 後來1961年之後 就說規管他們 其實 我也有資深 我們說回我們 八年滄桑 那些等政府去決定 今天我們也有封煙 大家記住的電話 2892 7841 我們在第三節 我們就歡迎丁屋打電話 一齊聊聊天 我們節目做了很久 那我們就進入話題 今天主題是什麼呢 今天就有很多主題 我們有什麼 孫宗先生 去聯邦共 衛心去聯邦共 這個真的 孫宗先生 其實很多人都這樣說 孫宗先生一生做了兩件事 遺憾 大家比較遺憾 大家比較遺憾 第一 林先生總統就退了給袁世海 不過這個時勢所迫 孫宗先生其實也覺得是有問題 是 當時那些人都說 孫宗先生 最後因為軍閥局 第二件事就是所謂 聯邦用局 這裡發展到後期 影響了整個中國的歷史 很大的改變 同時大家對孫宗先生 為什麼當時會這樣做呢 第一不是清楚 第二就是 實際上很多人都不理解 最後聯邦用局 最後發展到如何呢 共產黨和國民黨 最後連戰不妨的時候 和胡錦濤的時候 還沒有送了一句說話 患難兄弟 那句說話 他們兩個真是 國民黨和共產黨 聯邦用局之後 發展到真是 好像難興難弟 為什麼這麼說呢 三個國民黨當中 就是一個共產黨 一個共產黨 既是共產黨 又是國民黨 國民黨和國民共產黨 大家都互相之間 難分比錢 變成我忠有你 你忠有我 我忠有你 你忠有我 大哥 我忠有你 我有兩件 其實我們要說回 到底孫中山 為什麼要聯邦用局 第一 為什麼要聯邦用局 第二 當初馬林和廣西去見孫中山的時候 他當初提出中國共產黨加入 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 是不是真心的 是不是 真心加入 不是 他真心加入 不但有目的 大哥 他究竟是協助中國共產黨 去國家謀求幸福 因為根本就是我 透過這個手段 去罵了國民黨 罵了你 吃了你 當初馬林的意思是怎樣 我們先回頭 孫中山看不出來 他當時應該看到一些問題 不過最重要是 他派一個人去看到那些問題 蔡佳石 蔡佳石 第二節說 蔡佳石 蔡佳石 我們先給大家一個概念 今天這一節說聯邦用局 其實就是主要說 1921年到1925年 大家記住 1925年3月12日 孫中山是過世的 是 那麼聯邦用局 其實就是1922年 簡單說 就是三年之間 1922年 到1924年 我們到24年尾 孫中山 其實1924年已經不上了 是 短短那三年的發展 其實對國民黨也好 共產黨也好 有很大的不同的發展 這個發展 到今天 都是糾纏不正 是 1924年 為什麼要擺起1924年 就像馬兄說的 因為1924年 就是國民黨開第一次 全國代表大會 正式宣佈了這個政策 容許中國共產黨 以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 所以就有24年的時間 是的 我們先說回 開始共產黨創建 上一節我們說共產黨創建 1921年 1921年 7月23年 那個艇就一直搖著搖著 13個人 然後加上兩個 蘇聯人 這兩個大家要留意 蘇聯代表 蘇聯代表 共產國際的代表 在今天 中國共產黨的黨史 就不太遠看這兩個 經常說他們 第一次代表大會 13個人 不是啊 有些說12的 有些說何宿恆不在 有些說 他說 不是 他說是針茶遞水 針茶遞水 怎麼會是才行 在船頭 有個夾的 最後一節 夾就是那老婆 李達的老婆 李達的老婆 其實正式開會 會議討的 就是12個人 有個人 就是針茶遞水 你不能把掃地針茶遞水 都放進去 但是問題 他也有份 在1921年 當時共產黨 終於成立了共產黨 共產國際派了兩個傻子來 俄羅斯 來指導他們 共產黨很不願意提這兩件事 經常都不提 其實這兩件事很重要 是 他們寫到指導 其實是領導開會 然後就 控制一切 控制一切 指點乾燥 陳獨秀你又當黨書記 李大超又當黨書記 兩人都是 那到底誰是黨書記 當時 其實都是所謂藍塵不利 都沒有一個界定 但是他們兩個沒有出席 兩個沒有出席 就是他們兩個沒有出席 所以蘇聯佬去指點 其實 好像麥興所說 為什麼共產黨 不想提這兩個人呢 因為今天 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話 其實在中國共產黨裡面 那個文獻也好 他的主調也好 就是說中國是走自己的路 獨立的 是的 但是當時來說其實不是的 因為剛剛一成立的時候 其實共產國際就控制了 一直控制到什麼時候呢 就去到遵議會議 我們後來才說 遵議會議之後 很重要的這個會議 是的 那才慢慢的那個 共產國際的控制 就慢慢的減少 嗯 所以其實呢 中國共產黨 在初期的發展呢 其實呢 共產國際就是控制一切 所以呢 中國共產黨今天呢 就是他90周年的黨慶 其實就不是很想提這一段的歷史的 對啦 但是他整個建黨委業呢 只是說到第一大 就結束了 跟著下去 不知道怎麼拍 有很多人物都不想提議 因為太過爭議 裡面很多最後變成敵人 哈哈 走路的走路 敵人 頭工頭工 漢漢漢漢漢 好了 第一大終於成立了 當時第一大也定了幾點了 第一就是全面發展 黨組織 又加上呢 第二發展工會組織 是 工運 工運呢 其實因為他看見蘇聯 是 俄羅斯說 喂 工人可以搞革命的 當時中國工人呢 就第一次打完 其實工會發達的 有百多萬 到後來發展深度 200萬個工人 尤其是大城市 其實有很多工人 於是一大之後 1921年開始之後 他們就不斷去組織工會 特別是鐵路工會 這是很重要的 新興行業 新興行業嘛 幫大家爭取這個 整個工會運動 是不錯的 但是當時來的 其實蘇聯 俄羅斯 雖然指導發展共產黨 其實對中國的政局 是關注的 當時他們就發覺 當時吳佩夫已經是掌控 掌控了長江一帶的軍閥 所以他想 吳佩夫合作 其實共產黨上 本身是 其實當時 蘇聯 剛剛在1917年 他在俄力的十月革命 取得政權之後 其實是面對著 歐美國家的一些制裁 和一些反對 敵對勢力 是 所以當時 列寧 在1917年 成立了一個 叫共產國際 叫第三國際 因為 列寧 他經常都說 他很注視東方的發展 其實為什麼要注視呢 其實很簡單 就是 他看到當時 有機會發展他的共產力量 其實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市場 人多志多 有貧窮 歐美不理他 他不是向南看 向東方看 看哪裏才可以 找邦交 不如這樣 在別人的國家裏面 搞那些人 反對桌 讓那些人不要搞 其實這是他的目標 為什麼要搞第三國際 他爭取在國際上 有其他的盟邦去支持他 所以 在蘇聯建立的時候 其實他已經看到 中國的發展是很重要的 介紹到孫永山 叫馬林 陳獨秀就去介紹人 介紹他 去到廣西桂林 去北伐總部見孫永山 當時孫永山先生 就在北伐的地方 要留意 馬林不是俄羅斯人 是荷蘭人 他是荷蘭人 但是他是很厲害的幾個人 是荷蘭人 但是很厲害的荷蘭人 因為他是公運起家 所以 來中國其實有幾個重要的人物 馬林是其中一個十分之有才能的人 第二個 有個中文名叫吳廷康 有些人叫做維爾斯基 俄羅斯名叫做 中文叫吳廷康 因為這個人是中國通 很熟悉中國的 第三個就是月輝 我們稍後再說 好了 來到這個 桂林 看到孫永山 提出 中國要建立一支革命的隊伍 否則靠你現在散兵游泳 就很難打 很難打不動於中國的 所以說 你又沒有錢 你又沒有兵 我們蘇我又有很多這些東西 我贊 我支持 阿正 講到這裡 孫永山本身 我們早幾集經常講的兩港 有貴系 身系 軍閥 電系 所謂 唐志新 那些人 唐志新是雙軍 陸榮廷 而因為他們叛變 最後孫永山把兵力 看中了陳景明 陳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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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人是軍事天才 是 這個維州人 最後幫孫永山收復了兩國 所以同一兩國 所以為什麼孫永山去桂林 軍隊打去桂林 打桂林 同一兩國 某程度上 孫永山當時是大元帥 應該是大元帥 大元帥 大元帥 在南方也有一個政權 所以馬林 其實你主要 第一 他跟吳沛夫談 不理他 不理他 那怎麼辦呢 有兩個政客 南方政權 不如跟孫永山談 早知道被他談妥了 如果他談妥了 歷史又改寫了 現在問題是跟孫永山 其實當時他跟孫永山談 為什麼馬林要跟他談 第一 就是 共產黨的發展上的公民 那時候 1921年 不到1922年 其實馬林是1922年 是 是 其實中間這段期間 共產黨的發展很澎湃 是 在各地組織工會 又搞那樣 當然 很吸引 低下層比較喜歡 低下層 但是同時 因為北方長江而來 全部都軍閥 但是骨訓其實很不喜歡 是 那不理會 就是我已經遺忘了 要不跟你合作 於是不如又抓又鎖 那這些人 共產黨就發覺 要真是一個發展 他就要 必須有一個公開活動 其實當時也不能公開 是 沒錯 於是有辦法 南方政權 不如談好孫永山 跟他合作 於是共產黨 在南方政府那裡 打響招牌 打明招牌 就是共產黨 正式發展 是 所以有這個 談 好 孫中山跟馬林見面的時候 其實有一段對話挺有趣 是 馬林就問孫中山 他說 喂 為什麼不生要革命呢 就是問孫中山 孫中山說 我愛人類 他說我愛人類 真是成為了博愛 馬林覺得 這些都不成理由的 那愛什麼人類才可以的 孫中山就說 他說 我不會 給這個 他說 不會好像共產黨 不會共產主義 以革命為推動民主 他說 必須要 大家要用愛 用愛去增進社會的發展 跟共產主義的階級鬥爭是不同的 馬林覺得這傢伙 跟他都好像 不合嘴型 不合罪 但是你看到 郭芙本身對中國的道統 他從耀順余 湯文武周公 他都會用孔子 相繼不絕 這樣說 你看這些陷阱 都是在中國歷史裡面 都是一個愛人類的出發點 所以他覺得 你共產主義好像不是這樣的 你經常說 街街鬥爭 我們不說街街鬥爭 我們是說 我們用愛的出發點 他們的對話 其實已經 不太合嘴型了 是 所以 共產國際後來 他的文件 他都有過這樣的報告 就是 馬林聽完 孫中山講這段說話之後 寫了報告回去 他就形容孫中山先生 就是一個 讀書出身的革命家 不是一個 行動的革命家 所以 當時來說 共產國際對於孫中山來說 基本上 不是那麼重視的 但是為什麼孫中山 又肯接受蘇聯的意見呢 其實很簡單來說 就是家家有求 蘇聯有求於孫中山 孫中山又有求於蘇聯 於是 咦 大家不如坐下 聊聊 當時孫中山 12月的時候 在桂林見他 見完 談完 其實認真結果是不多的 大家就沒有很具實 決定合作不合作 大家各自考慮 不過只不過孫中山 就過來當一個 外交視智的見他 是 馬林當然是帶李大超去 當時是廖仲海陪他上去 國民黨廖仲海陪他見 是 大家談完 其實當時馬林又走了 是 但是同時之間 共產黨又開始有些轉變 其實共產黨當時內部 都不太想說 沒錯 因為陳獨秀是反對的 陳獨秀是反對 陳獨秀是反對入國民黨的 入國民黨 他們都覺得 國民黨好像又不是 剛好說第一跟他們的思想不同 第二 他們覺得國民黨當時 跟其他軍閥沒有太分別 都是軍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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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雄先生領導底下 當時又不太適合嘴型 但不適合嘴型之後 當時的時間又回到馬林 亦都回到上海 孫雄先生也在桂林 在這個時間 其實都轉至 我們看回 孫雄先生大家都記得 是1925年過生 是 他過生的時候 其實都是叫做 癌症 肝癌 其實1921年12月底 他去見馬林 其實當時孫雄先生 我們不可以說他有病 在生 或者是一個頭腦比較 即是長毛說是癌症上腦 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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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 走了 但事實上孫雄先生當時的身體 真的不太好 這個很難 所以某個程度上 他有些決定的事情 我想當時的個人體力 或者當時的 就是覺得我都支撐不到 既然有人來幫我們 我們不妨相信 他可能想把病 做大 做大一個革命的病 我們下一節再談 好 好